2021-2022赛季的斯莫克职业联赛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0日 斯莫克职业联赛世界大奖赛结束之后 冠军联赛接荡世界大奖赛的比赛 本次冠军联赛是邀请赛制 即使球员获得更多的奖金 也无法进入到相应的排名 本次冠军联赛结束之后 将迎来大师赛的对决 16名顶尖高手将展开对大师赛冠军的争夺 本次冠军联赛和以往相同 一共分成了7个小组 每个小组只有第一名才能晋级到冠军组 而球员在冠军组同样是有7名球员 这7名球员的第一名将获得最终的冠军 比赛的竞争形式还是相当复杂 想要获得最终冠军也是相当不容易 上赛季凯伦威尔逊曾经获得过 两次冠军联赛的冠军 更是史无前例 而本次冠军联赛第一小组的比赛中 周月龙和梁文博作为中国双保险领衔 中国军团全力以赴打好节目战 在第一小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除了周月龙和梁文博之外 世界赛冠军多特 还有我曾经打出过5次满分感的汤姆福德 此外这个小组还拥有上届单局限时赛冠军瑞恩代 此外加里威尔逊也是令人不容小觑 在本次节目上的比赛中 周月龙迎战90后球员利索夫斯基 尽管周月龙在0比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疯狂追分 虽然搬回一城 可是在第四局比赛也是原本有机会逆袭 不过因为一次致命的失误 最终周月龙1比3败下阵来 不过在接下来的5场比赛中 周月龙不容有失 在冠军联赛小组赛的争夺中 只要晋级到前4名就能确保出现 周月龙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仍然有希望上演王者归来 此外在首轮比赛中 多特状态出色成功击败了实力强劲的汤姆福德 另外一名中国球员梁文博 发挥出色在本次冠军联赛强势突围 此前梁文博获得过英锦赛的亚军英格兰公开赛的冠军 还获得过一项小型邀请赛的冠军 可是梁文博在冠军联赛的表现一般 如今再次出发梁文博在首轮比赛的对手 是名将瑞恩戴 尽管对手实力很强 可是梁文博还是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功底 在本赛季世界排名下滑到了34位梁文博 也是加紧训练 希望通过冠军联赛的比赛 达到以赛带练的效果 最终梁文博以3比1 成功击败瑞恩戴拿到了 本次冠军联赛的开门红 而中国双子星周月龙 梁文博也有希望携手突围成功